2010年,周立波与妻子张杰宣告离婚。 对于张杰而言,选择离婚也是无奈之举。 在两人婚姻存续期间,周立波便移情别恋,与其他女人暧昧不清。 张杰的心因此也被彻底伤透。 面对这一段已经名存实亡的婚姻,最终才心灰意冷地做出了离婚的决定。 当年的张杰,为了能与周立波修成正果,不惜抛弃了自己的日本丈夫, 只为追逐自己向往的爱情。 但是,往日的诺言已经化为虚影,自己孤注一掷的选择,最终换来一个悲惨的结局。 而周立波在离婚之后,很快将心患忽结的身份转正,过上了幸福的日子。 前几日,周立波还更新了社交动态,目前的他与家人身在美国过得潇洒滋意。 住着豪宅,身边还有娇气的陪伴,终日寻欢作乐。 如今已经过去11年了,张杰生活的究竟如何呢? 1961年,张杰出生在上海。 在与周立波相识之前,张杰曾经经历过一段短暂的婚姻。 最终两人因为性格分歧过大,无奈选择离婚。 两人婚后育有一子,离婚之后便带着儿子一统生活。 经历了婚姻失利,她的内心对婚姻也非常抗拒。 1990年,因为张杰的母亲喜欢上海的滑稽戏,在母亲的引荐下,她劫持了当时还未成名的周立波。 彼时的周立波就职于上海滑稽戏院,两人一来二去就逐渐熟知起来。 周立波对张杰更是殷勤有加,对她大胆表露爱意。 张杰自然也被周立波的才华所吸引,两人一时之间爱的是难舍难分。 只是,两人的这段恋情却招致了张杰父母的反对。 在张杰父亲看来,周立波虽然是仪表人才,但性格油嘴花舌,让人觉得圆滑入室,身患女儿会受到欺骗,再度受到情感伤害。 为此,张杰也曾陷入矛盾之中,而周立波很快就成功说服了张杰,并还让他带自己回了家。 本以为这次契机,周立波能够让张杰父母改观,从而同意两人交往。 没想到,两人初次相见,并一言不合,发生争吵,而后甚至,拳脚相加,大打出手。 即便张杰与母亲怎么劝说与拉架,但怒火之中的周立波依旧不依不饶,最终将张杰父亲的眼部打伤,导致老人家视网膜脱落,可见下手是不留情面。 最终,周立波还因此顿了橘子,被警方关押了205天。 本以为这件事后,张杰会看清周立波的本性,最终与他一派两散。 却不曾想到,被释放之后的周立波又死皮赖脸地看着张杰,利用花言巧语最终说服了他。 就这样,张杰不顾家人的反对,依然决然地嫁给了周立波,殊不知悲惨的人生再度上演。 婚后,周立波的缺点更是慢慢暴露,夫妻俩经常爆发纷争,感情也随之,消失殆尽。 再加上,周立波之前出手打伤岳父,导致张杰内心一直耿耿于怀,为两人的婚姻埋下了隐患。 1993年,张杰决定与周立波离婚,而后便带着儿子远赴日本生活。 据悉,来到日本之后,张杰变得一家食品公司打工,而且还换到一家房地产公司任职,靠着不高的薪资担负起他与儿子的日常生活。 在日本的日子孤苦无一,索性后来,他遇到了一个日本男人,对方性格温和细腻,对母子俩关爱有加,更让张杰感受到久违的温暖。 最终,两人决定组建家庭。 婚后,他与日本丈夫过上了平凡温馨的日子,而后,两人还生下了一个儿子。 离婚后,周立波选择离开原来的华集团,开始转行做生意。 起初,凭借聪慧的头脑大赚一笔,结果好景不长,因为缺乏经验导致投资失利,很快他便宣告破产,在外更是债态高筑。 当时的周立波已经是口袋空空,无力偿还,为了逃避债主,他不得不奔赴日本,图个清净。 周立波最终之所以将目的地放在日本,是因为历经波折的他开始惦念起前妻的好。 只是,来到日本后才得知,张杰已经在家,两口子生活的安稳幸福。 当时的张杰对当下生活也颇为满足,谁能料到,前夫的出现打乱了当时平静的一切。 周立波再度出现,张杰可谓是始料未及,见到前妻后,他再度发挥功力, 主动认错求饶,诉说自己内心的忏悔与思念,还对前妻做出种种承诺,甚至还不惜下跪。 在对方的唐一炮弹下,张杰再度被攻陷,为此,他最终选择离开自己的日本丈夫, 与周立波办理了复婚手续。 与周立波再续前缘之后,张杰为了承担起重任,在日本兼任两份工作,帮助丈夫度过事业上的难关。 而后,一家人在2003年回国,回到国内,因为经济窘迫,没有房产,张杰带着家人住进了上海妹妹的家里。 虽然解决了住处,但一家人依旧生活得锦衣缩食。 直到2006年,在经济大师关栋天的帮尘下,周立波创办了海派亲口相声,他的事业才有所起色。 只是,好不容易一家人摆脱困境,周立波却建议私迁,和一位女妇婆私混在一起。 有一次,周立波去张家界旅游,在途中揭示了女企业家胡杰。 据悉,胡杰26岁的时候,就凭借一己之力,创办了不锈钢制品公司。 当时的胡杰也是已婚之妇,丈夫是温州市承建处的副处长杨胜华。 2004年,杨洁刚与前夫生下女儿,警方就以涉嫌贪污的罪名,四处追捕杨胜华。 为此,杨胜华一度藏匿在德国。 后来,女方因为要打理国内的生意,带着女儿回到国内居住,夫妻俩为此长期分隔两地。 2008年,胡杰与周立波因缘结识,两人很快彼此动心,悄悄走到了一起。 为了能与胡杰终成眷属,她转身便向张杰提出离婚。 为了周立波,张杰曾做出了那么多牺牲,她自然无法接受丈夫的背叛。 张杰的苦苦哀求在周立波眼里成为胡搅蛮缠。 眼看着离婚无望,她便决绝离开,直接与胡杰开启了同居生活。 在此期间,她还各种威逼张杰签署离婚协议。 内心悲愤的张杰在2009年7月5日特意发布文章,将周立波的不齿行径公布于众。 两人为此还展开了互私大战,成为当时眼里的一场闹剧。 只是即便做出怎样的行径,张杰自知换不回丈夫的心。 2010年,张杰最终同意离婚。 同年,胡杰与丈夫办理了离婚手续,两边都没了牵绊,周立波与胡杰在同年立刻领证,并办了极尽奢华的婚礼。 被周立波惨遭嫌弃之后,张杰内心深受打击,为此一蹶不振。 终日郁郁寡欢,没有食欲,半夜也无法入眠,为此罹患了抑郁症。 所幸的是,两个儿子给予他关怀与陪伴,如今的他总算渐渐走出阴霾,过上了平静的生活。 据说,离婚之后,张杰也曾回到日本找到前夫,奈何对方也已经在组家庭,生活幸福。 看到眼前的一切,张杰自然是悔不当初,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,这已经不是失误,完全是愚蠢。 只可惜,当年的他受到了周立波的蛊惑,做出了错误的抉择,为此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 如今,周立波与胡杰过上了神仙眷侣般的日子,张杰却始终自然一身,用漫长的时间给自己疗伤。 为愿张杰能够早日放下过去拥抱崭新的一切,所有的悔恨与委屈,就让他埋葬在往事回忆中。